2020總統大選1月11日投票 這是首投族超過118萬人 不論是首投族或是非首投族 都要把握手中神聖的一票 即興為帶您快速掌握投票拍拖喔 投票記得帶三保 身份證、印章和投票通知單 今年選舉每人有三張選票 包含總統、副總統 區域或原住民立委 以及政黨票 使用選委會的選選工具蓋章 要注意,選選後不可以把選票展示或吸出 把選選後的選票投入票軌 票軌內不可投入其他物品或是撕毀選票 還是覺得無殺殺嗎 從投票動線來一次說分明 抵達投票所後出示證件查驗身份 到領票處核對身份領票 在圈票處使用選選工具 在選票上蓋章 圈完票後到投票處把票投入票軌 還有還有投票還有幾點要注意 手機不能帶入投票所 不僅不能打卡、拍照 就算手機是靜音或是關機狀態 一樣不能帶進投票所的 投票時要留意 不能亮票、不能撕毀選票 也不能把選票帶走 選舉投票要保持安靜 不可以穿越候選人號碼的衣服或是帽子投票 單純穿國旗裝是可以投票的 但國旗裝嚴禁出現候選人姓名很好吃 另外藍綠兩陣營推出的飛行夾克也不能穿喔 選舉投票可能會被罰1.5萬元 以上重點都記住了嗎 別忘了1月11日上午8點到下午4點到投票所 投下你手中神聖的一票喔 ET Today 2020選起來 三強鼎立誰與真風 你的一票是對改革的肯定 你的一票是對民主的支持 2020年1月11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機會 請個人不打緊 我們只求台灣要勝中華民國要贏 16代新聞雲1月11日全平台同步直播開票結果 下午4點到晚間11點 雲段最前線2020總統大選特別報導 給您最及時最犀利的選情剖析 您的一票決定台灣的未來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2020 台灣要贏 決戰2020請鎖定16代新聞雲 高低添製 北添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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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添製 français LED 高